另外一方面还要来关系的是嘉义高中的棒球队的成员 他们8号中午呢 当时那么在经过街头的时候 疑似是因为发出的声响实在太大 就跟这个民众发生了口角 但是没有想到居然呢 这棒球队的人拿出了棒球棒来追打围欧这名男子 尽管后来球队的教练出面协调 却继续爆发第二波冲突 最后被害人 这位教练甚至连他的妻子 都被打到重伤药送医 我们带你看看这样的场面 这位副先生躺在医院里头部包扎 衣服还有血迹 他说嘉义高中的棒球队 好几十个球员围欧他一个人 路人打到他里面 他们那个教练 他们那个教练就给他塑阿满棍塑到 人材我让他们学生这样打 他怎么打 当我转头的时候他就 因为他手持木棍 手持木棍 然后就从我的头就砸下去了 那当下砸下去的当下 五秒至十秒钟的时间 我是呈现昏明的状态 那一波风学生 当然为了保护教练的责任之下 他们会取钱 把他们压制在地上 被指控帮球员打人的蔡教练 跟太太也全身是伤 太太很激动说原本只是要圈架 没想到对方先动手打人 手持木棒 从我先生的头部重重的攻击 这个社会还有没有天理 我们手都没有任何的 保护自己的能力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这场肢体冲突发生在这条街上 默契的民众说 因为球员的声响太大 双方发生口角 突然打起来大家都吓坏了 数十名壮硕的棒球员打群架 场面惊人 到底是谁先动手 双方不愿承认 就等警方做完笔录 厘清冲突的真正原因 周定新闻侯国文 SNG小组嘉义报道